我现在阿爸藏独枪组自治州小机械 抱了个团有四股两三打 四股两三打由三条沟组成 相当于三个景点分别收票的 前面是双桥沟 下面的导览图 分别是海死沟 长平沟 双桥沟 我们今天只转这一条双桥沟 先从门口坐游览车坐到最里面 然后倒着转 网上包到团 两千一碗 四百六十八块钱 早上七点呢 从成都集合 这里去成都啊 二百二十公里 一路向西 开了五个小时 过来 上游览车 做最后一个 团费啊 包含往返成都的费用 景区的门票 住宿费 餐费 但是包含景区里的大发车费 这条沟的门票是八十 游览车费是七十 四川的景点中啊 经常见什么什么沟 像九寨沟 沟啊 就是峡谷的意思 现在在峡谷中行走 这条沟的长度啊 三十四公里 到最里面了 开了五十分钟 好冷啊 这里叫红山林 海拔三千八百四 再周围转一下 这条沟啊 是三条沟中啊 开发最早 还穿短裤的 景色最丰富的一条沟 它在西洋啊 好闭嘴 你得把它慢慢孵出来 好 多洗几下就好了 玉兔风 野轮风 这些山爬不上去啊 四公里山景区啊 是游峡谷啊 山只能远观 看山上 雾气蒸腾啊 高海拔的地方 天气多变 咱转快点啊 防止一会下雨 旁边这些树 就是红山呢 这边是个环线的 观景堂 这里视角比较开枯 周围全是四川红山 为什么叫四川红山呢 仅产于四川 这种树啊 是中国特有的树种 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 回来了 环线都是木栈道 铺气的 坐车去下一个景点了 倒着转马 海拔一路降低 这个谷的落差达到了一千米 进行丘里的游览车 可以随便坐 是吗 请车去到游览 来 走那边 哈哈哈哈 来啊 三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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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十分钟 哎呀 风好大 到处第二个点 白塔 这里属于阿爸藏族 枪族自容 阿爸藏族占多数 然后是枪族 回族 汉族 我们的导游啊 就是藏族的 到白塔下面了 哎 刚才走得有点快 气喘吁吁 白塔的周围 大片的草屏 下去 移动上很多 转经筒 好多大学生啊 现在正好放暑假了 无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倒数第三站 这站叫斯古拉索 海拔3588 看湖的 为什么叫斯古拉索 斯古拉与斯姑娘山协议 错是湖的意思 这是个高山艳色 两端连着河的 下个雨所以湖水不是很清 下一站 这次坐右边 开了三公里到这了 这是个漂流的地方啊 自飞项 票价是90 我在四姑娘山漂流等你 这是个休闲飘啊 老少介宜的 不会打湿衣服 现在下雨了 我就不飘了呀 你可以从这飘 飘到下一个点 直接从那坐车 你不想飘 可以走站道 走到下一个点坐车 或者你从这直接坐车 坐车 坐前面 一张 一张 你 我想让啊 小飞 第五站 龙珠 这边的海拔 三千四百九 湖中的书啊 是杀鸡书啊 常年浸泡 枯死的 这种书结的果 可以用来榨饮料的 特别酸 富含 维生素C 山水相依 网络仙境啊 去下一个点 没位子了呀 站着吧 你要可以做这个吗 好的 坐最前面 最后一站 人参果瓶站 这里的海拔 3320 是一片高山草殿的 为什么叫人参果瓶呢 因为附近呢 长着一种植物 当地人呢 称为 人参果瓶 人参果瓶 出就去 出口 双桥沟之旅 结束 我这次跟着团嘛 导游啊 在门口的停车场 等我们呢 进行去之后啊 是自由行 导游 留给我们的时间 是五个小时 非常充足 这里的海拔是 2880